各位同城教授大家好 我们这一组的主掌是 林红宇 组员 邱世仁 黄唐轩 林佑等 我们这一组的主题是 养殖新科技 科绿环养菌酱胺蛋 科绿环的组成成分 混凝骨 加母粒壳凝结 有吸水特性 母粒壳 科绿环中的主要成分 多孔的构造可提高吸附性 碳三块成分可综合酸性提高酸碱质 消化细菌 附着于科绿环中 进行消化作用降低氨胆 防导科绿环成分比例 混凝土 粉碎五秒母粒壳 粉碎二十秒母粒壳 比例为 一比二比一 混凝土 其功用为凝结所有材料 方便塑形 粉碎五秒母粒壳 科粒壳膚 是造成科绿环里的孔系原因 粉碎二十秒母粒壳 科粒壳系 可填补过大空隙 会最先与酸碾度较低的水起反应 整个科绿环当中 母粒壳的成分 占百分之七十五 现在为大家示范 科绿环在水中的作用 科绿环冒化的原因 是因为孔系 孔系可以提供消化细菌附着 我们将土粒壳与混合成一个小定 放入过滤器中来提供水中消化细菌附着 我们以氨水作为氨淡来源 整个时间中 控制边因为 水量 氨水浓度 气取式过滤器 消化菌浓度 消化菌浓度 操作变因为 第一组 没有浴台 第二组 市售陶瓷环 第三组 环保科粒环 我们以PH比 来测定PH值 以氨 氨特势剂 设定氨淡浓度 专体预期成果 我们希望能降低水中总氨含量 提高水中的氨淀值 并且可以促进消化细菌的消化作用 达到水质进化 与增强水质稳定的作用 同时可以减少努力盒 又能兼顾环保的效果 谢谢各位评审教授